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无限期延长了三星和海力士此前从美国政府那里苦苦求来的豁免权 在去年的大约这个时候 雷蒙多领导下的美国商务部悍然升级了对华半导体产业的打压政策 宣布全面限制对华出口高端芯片及相关的生产设备 不仅如此 所有在华设有厂房的外国半导体公司 不管是不是美国的 其对华半导体输出都要接受美国的严格审查 即便是孝顺如韩国 美国政府的这项长臂管辖政策 也还是激起了三星和SK海力士的强烈不满 毕竟这两货是真属于我在中国有一头牛的典型驰鱼 三星在西安设有生产NAND闪存的工厂 而SK海力士的在华NAND工厂则设在了大连 此外SK海力士还在无锡设有DRAM内存的工厂 美国的美光反正已经是挨过我们的社会主义铁拳了 所以美国商务部动起手来顾忌就相对少一点 眼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就有攻破西方城门 长驱直入的势头了 一时间也顾不上那么多的美国商务部 索性就放火把城门烧了再说 至于三星和SK海力士这些护城河里的鱼嘛 当驰鱼就要有当驰鱼的觉悟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和爸爸这儿那儿子 这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事情 美国人是干得多了清澈熟路 毫无心理负担 但是韩国人可不是这么看的 美国商务部在城门上放了一把火烧到韩国人的头上 那可就是重敬烤鱼了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 而三星和SK海力士则是在半导体领域首屈一指的相关企业 美国商务部全面升级对华半导体制裁手段的举措 看似要把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脖子往死里掐 但这么做无疑也会给高度仰仗中国市场鼻息的韩国半导体企业 造成难以忍受的短时间内几乎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正是因为考虑到如此严重的后果 所以早在去年10月份美国商务部磨刀祸祸的当口偶 三星和SK海力士就跑去找自己的亲爸爸哭过一鼻子了 最后在美韩两国的反复磋商下 美国商务部暂且勉强同意 给了三星和SK海力士一年的豁免权 在豁免权生效期间 他们的在华半导体工厂仍然可以从美国进口美制设备 按照美国人去年的口径 他们批给韩国人的这项豁免权 到今年10月11日也就该到期了 而就在所有人都等着看美国商务部 接下来将要如何对华极限施压 看美国政府那双搭在中国半导体产业脖子上的制裁手腕 还要如何使劲的时候 大洋彼岸的画风却突然变了 说好的一年之约 结果零到期的时候 却一下子改成了无限期豁免 我寻思你都无限期了 那还扯什么豁免呢 这和放一个囚犯出去 无限期保外就医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不就是变相的宣布还囚犯自由了吗 你说说你们美国这帮官僚政客 永远都是一张死鸭子嘴 爱玩文字游戏和重新定义 明明就是在存储芯片这块掐不住中国的脖子了 再掐下去眼看着就要掐韩国的人中了 偏偏那张小破嘴就是不肯认怂 我们中国人总说死要面子活受罪 怎么个活受罪法 瞧瞧今天这个美国和跟着美国三天恶酒顿的这帮所谓盟友 尤其是韩国 这就是活典型 我是个电子白痴 好不容易拿到手的Mate60波罗加到了 我这里就是用来上上社交媒体和刷刷短视频的而已 你要说存储芯片 那我更不懂了 不过好在我还有懂电脑硬件的朋友 所以我这两天也就美国N次韩国企业在华工厂进口美制半导体设备的相关话题 向他请教了一下 最后从他那儿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三星和SK海力士在华半导体工厂生产的主要是内存芯片和固态硬盘 而这两块我们国内现在也发展的比较好了 其中尤其具有代表性的两家中国企业 要属长江存储和长芯存储 他们的同类竞品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国内大多数消费者的大部分需求了 虽然长江和长芯的技术工艺比起三星跟SK海力士来确实还存在着差距 但是那个差距并没有大到说你离开了韩国人就活不下去的地步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产的内存和固态那性价比是真的高啊 长江没起来之前三星的内存和固态那在国内卖的老贵了 一个T大小的东西韩国人动辄敢给你卖到上千元人民币 而且动不动还炮制出厂房起火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所谓新闻来变相哄抬价格 现在我们的国产内存起来 2T的内存你只要500不到就能买到 而在长江这边把竞品的价格打下来之后 三星那边消防质量几乎是瞬间就上了好几个台阶 厂房失火的新闻一下子就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 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你现在用着Mate60应该也知道 华为现在的高端机国产率已经非常高了 里头只有大约不到一成的进口零部件 其中就包括了海力士SK的内存 不过你也别为此感到皱眉 我们用它是因为那是之前剩下来的 与其说是涂塌性能好倒不如说是怕浪费 但是剩的东西早晚都会有用完的时候 等到什么时候韩国人的内存用的差不多了 我估计离换上我们国产内存的那一天也就不远了 至于你提到的美国批准韩国在华半导体工厂 可以继续进口美制设备的新闻 这里所谓的美制设备指的应该是沁润式EUV光刻机 也就是深紫外线光刻机 这种光刻机技术比荷兰光刻机巨头 阿斯麦目前最顶尖的看家绝活 极深紫外线光刻机要落后一个时代 基本上只能用来制造7纳米以上制成的芯片 而EUV光刻机是可以干到5纳米以下的 美国之所以批准韩国继续进口DUV光刻机 这件事情说起来其实也有点搞笑 这项技术最早是由荷兰人和日本人弄出来的 后来被阿斯麦玩出了花 然后荷兰人又和台积电凑到了一块 目前DUV的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台积电手里 美国人说实话并不占据统治地位 和命根子被美国人攥在手里 九成零部件都得从美国进口的EUV光刻机不同 阿斯麦要卖我们DUV光刻机 在技术上其实是不用看美国人的脸色 所以美国要在DUV光刻机这块 卡中国的脖子 也只能通过粗暴的政治手段 但是政治手段这个东西懂得都懂 时间一长 你肯定干不过市场规律和生产力的进步 而且吧 我们现在在DUV光刻机这块玩的也很溜了 长江和长星手里也有活 不用太看阿斯麦和美国人的脸色做事了 之前美光被我们干趴下 很多人都以为是政府在发力 但其实真正发挥了作用的还是市场 在如今的国内市场 二长在存储这块的地位 几乎就相当于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地位 就算不受政治风险影响 美光被挤出中国也就是时间问题罢了 所以换句话来说 与其说美国这次是对三星和SK海力士晚开一面 倒不如说是他们在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这一块你倒是说对了 其实是像我们很多人说的那样 凡是美国人愿意对你做出让步和妥协的 必是我们已经在相关领域取得了里程碑式突破的 制裁和清销向来都是帝国主义 在打压追赶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时 最惯用的两套损招 现在眼看着制裁这招 对于遏制中国存储事业的发展已经不起作用了 那美国人当然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另辟袭经理 不过你也别觉得美国人这次对三星和SK海力士 放开设备出口限制之后 他们就能在中国的存储市场上掀起什么风浪来 长江和长新现在的地位已经比较稳固了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今后只会越来越稳固 更高的性价比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则是现在从国家到消费者逐渐也意识到了 在存储这块要保障我们自身利益的长期安全 最好的办法还得是把核心技术抓在手里 所以现在大家普遍都很支持国货 我对二长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很有信心的 至于三星和SK海力士马 说实话 他们就算能继续进口美国的设备也干不过二长 一个性价比就把你打下来了 韩国人不可能在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这块玩过我们的 闹呢 这可是在中国啊 你什么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到了我们这儿 最后不给你搞成地摊上的十块钱两颗的珠子 这钱啊辛苦是辛苦 但我们十块钱卖出去 还有得赚呢 你们呢 你们要是和我们这么个搞法 最后啊就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必死无疑 我的朋友们之前老嫌我写的东西长 现在姑息是看我的文章时间长了 也被我传染了 给我发短消息都能发成长篇大论来 但是不得不说 有时候啊确实是长有长得好 这次听他竹筒到豆子这么一说完 我这个电子白痴在很多问题上也茅塞顿开了 我电脑用的没有手机多 而且主要还是用笔记本 所以啊对于电脑硬件什么的属实是一窍不通 之前虽然也常听人说长江存储争气 但是没想到居然如此争气 今天啊被朋友科普玩 我算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以前对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关注的少 只知道有个华为 现在对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关注上来 才知道原来中国遍地都是华为 为什么中国的制造业容易生出像二常和华为这样的企业来呢 说到底还不是被逼的吗 人家三天两头就闹着要卡你脖子 你的脖子要是不能长得粗壮一点 结实一点 再粗壮一点 再结实一点 那你分分钟就真是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更别说要吸足底气 挺直腰杆 和人家说话了 爹友娘友尚且还隔着一双手 异国主义国家是不会白白 把他们的氧气瓶卖给我们的 人家肯卖呢 就说明了我们的呼吸功能已经很强大 肺活量已经上去了 不用吸氧 也能在一场又一场的马拉松竞赛中奔向远方 我想起了横空出世中 老李饰演的中国原子弹工程的领头人陆光达 和苏联核物理专家在雨中的那场对手戏 注视着比自己矮了半个头的陆光达 手持雨伞 为陆光达遮雨的苏联专家意味深长的和他来了句 路 在这个世界上 伞永远掌握在高个子的手里 听完苏联专家的这番话 陆光达立刻转身走出了他打的雨伞 挺直了腰杆 站到了庞陀大雨之下 那一刻陆光达什么也没有说 他完全不在乎自己那一套鼻挺的西装 是否会被淋成一块模糊 任凭西莉莉的雨点如何模糊视线 我从他的眼神中也看到了一种光芒 坚定 成着 充满了中国人特有的骨气和傲气 如今一黄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我们中国人不光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还有了自己的氢弹 自己的洲际导弹 自己的空间站 自己的航母 自己的隐身战机 自己的智能手机 自己的新能源汽车 自己的存储芯片和固态硬盘 他们现在说 可以把伞卖给他们的马仔 让他们的马仔 来给我们中国人打伞 但是我想已经没有那个必要了 我还是喜欢 他们以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 横空出世 莽昆仑 月静人间春色 飞起玉笼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同志们 我们的原子弹到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